有本事通通四千獎 加上市全台灣最會送粉絲暴力的分析師 四星沒有賣點 噴到161%歷史新高 一路分享的系統噴了197% 昨天預告不能追的今天拉回 另外我們節目教學的火車月台理論 宏奇昨天噴漲停 今天噴8%全國第一強 會有新的標股分享 鎖定我的粉絲團 先幫我做訂閱 再掃描QR Code 加入粉絲團就OK的 來 投資朋友看證據 四星這個箭頭 然後賺了161% 今天大點準備要找買點 待會節目做分享 另外系統這個箭頭噴了162% 還有節目預告教學的宏奇 24.55火車月台理論 敢突破就會噴發 今天28.2了賺飯天 所以請各位務必要鎖定 好我們一路講的 電子產業出口真的回升了 所以電子產業春宴將至來 未來電子即將春宴將至 今天碰到AI借利空殺融資 當然是要霸氣找未來 浴火重生的轉折點 節目會做分享預告 另外我們廣達三波傳的五成二 今天廣達大碟 我是趁大碟發出邀請函 待會看節目精彩的解析喔 喜歡我的影片 覺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學到很多有用的技術分析 一定要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並且接收全部喔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點鼓曾經的節目 今天是10月18號禮拜三 今天受到AI的利空襲擊的 除了我們的華星光之外 AI全倒了 全倒之後 我待會會有全國最具前瞻性的解析 今天節目請你一定要看完 另外昨天系統噴心膏 我跟各位講不能追的 因為他不是主升起場第一天 沒錯吧今天拉回 另外四星今天也是重挫 好我們之前9631295 你一直一直錯過的 一路等一路等 沒有都沒有重挫 今天重挫之後 未來會有波段 第三次買點投資票你看 我從1295噴到2900塊錢 中間找不到加碼點 今天難得重挫 重挫之後就會有機會 大會一併做解析 還有這個系統 昨天噴心膏不要追 大會對不對 然後今天的廣達也大跌 說到利空襲擊大跌 我今天節目大會會發出 第四次廣達的邀請函 前面三次全國最強賺的五成二 第四次我今天不是等噴出 我是趁大跌發出邀請函 另外電子的春焰將至 我待會拿出證據跟各位做分享 好了未來一段時間 每比一到兩劑電子春焰將至 碰到AI利空借利空殺融資 等融資殺完迎接電子春焰來臨 那不就是絕佳買點嗎 好請鎖定我今天精采的節目 來投資朋友先來看這個 8月底的時候 威剛有88塊錢周限有沒有 這是周限 周限的扣3D 投資朋友一檔比股性 稍微溫吞的股票叫威剛 威剛8月底的時候 88塊錢周限翻多 然後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10月13號威剛變成強度變強了 98塊錢威剛變成月限翻多 懂我意思嗎你看 88周期漲 98月期漲 那今天105 沒錯吧 所以把技術分析練好 把基本功練好 你可以穩穩的抓到 創今天創波段新高的標股 是不是全國第一強 再來 這是安泰克 一突破均線形成全站上 而且短均線跟長均線 形成黃金交叉 一突破二拉回 所以未來肯定會有三公級 安泰克 今天亮燈漲停 這是我們幫會員做的扎實的選股的功夫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跟上 來投資朋友來 各位舉例說明來投資朋友 這檔股票保障會員權益 所以我們先蓋牌了 投資朋友13個月 這是月K線 13個月底部投資朋友 你看這個系統的模式 這個MACD月線 由收繳逼近閉合 未來一翻紅就噴出 懂我意思嗎 再配合扣3D 未來會複製系統 樣貌的股票 通通選出來 這不是只有一檔 投資朋友你看 因為第四季春艷將至 電子春艷將至 然後這是第一檔 來投資朋友再看一檔 過去13個月很悶 通通都沒有動 下個月開始扣3D 我昨天有預告說明有沒有 這種股票未來下個月會噴中場紅 然後閉合對不對 未來一旦翻紅就噴出 來投資朋友 好再看兩次 你先看這個雏形 然後再看這個雏形 然後我給各位看系統的樣貌 投資朋友是不是 他當初你看你看低點 掌握過去13個月 好當然系統的模式 是在做什麼 做盤底有沒有 系統盤底他逼近翻紅 等他一翻紅 這樣子是噴了197% 投資朋友 把系統的樣貌 把系統的模式 看清楚之後再回過頭來 看我幫你準備 兩檔未來會爆噴的股票 都是可以複製 未來系統噴發的模式 懂我意思 所以絕對不是看漲說漲 看跌說跌 所以請各位務必跟上我的系統 第二不只一檔 不只一檔 那我們先進場的這一檔 投資朋友嚇死人了 法人這個月已經買超過2萬張 法人已經買超過2萬張 所謂何來 就是因為他的產品屬於什麼 屬於9月份台灣的出口正成長之後 裡面細項成長最大的光電產業 所以務必要把握了 另外接下來的美國股市 他的雜音不會太多 為什麼 因為又有官員再度唱歌 不應考慮再升息了 通膨放還已經是趨勢 所以投資朋友未來一段時間 升息的負面 偏音派的襲擊聲音 就會從市場上消弭了 所以這是對股市 對資本市場絕對是個利多 再來投資朋友 我們今年初不是跟各位說嗎 今年2023年絕對是先復甦 再回升的一年 你從1月等到8月 耐心等9月份的出口 終結連續12個月負成長 變成由負7.3變成3.4投資朋友 出口增加變成正成長 未來的訂單 現在的訂單有沒有 未來會產出 不就是春宴嗎 是不是很簡單 好了電子產業春宴將至已經看到 明確的證據之後 來看細項 園區說第三季的產業 已經在製造業循環主體了 呈現什麼 輪動式復甦 大家接棒的復甦 好那全部輪完一次 園區說未來會賣到什麼 因為有訂單 有未來的訂單已經可以能見度 已經看到什麼 未來的全面性的復甦 投資朋友聽清楚 股市的永遠提早真實的產出 真實的數字會提早3到6個月反映 所以現在碰到利空就是最佳的時機 來看細項 半導體帶動電子全面轉號 其中成長最高的就是光電產業 我們的系統第二第一檔就是光電產業 它昨天股價創了19個月新高 就是我們真正選標股的強項 那除了光電產業之外 電子零組件其他電子還有電腦周邊 還有半導體都呈現輪動式的復甦 好我們看到輪動式的復甦 帶動台北股市的台灣的9月份的出口 由負成長終於變成正成長之後 輪動式的復甦的趨勢 會逐漸調整成全面性的復甦 這是園區採購跟我說的 而且有望收斂每個次產業之間的差距 懂我意思嗎 然後再配合什麼 去年第四季還有今年第一季 都是屬於低基期 然後輕庫存的低庫存 所以投資配支撐電子產業 明年全面好轉 既然春宴將至全面好轉 股價領先3到6個月反應 請問這次AI借地空殺融資 殺完之後 他是機會是危機還是轉機 答案就已經很明顯很明顯了 所以我今天講的請你重複 可以多看幾次 把這個架構把它架構起來有沒有 搶救AI大作戰 別人恐懼我貪婪 你看別人恐懼我貪婪 中美晶片禁令的利空 過去幾次了 過去每一次的禁令 造成利空的股市都拉回 事後驗證都是買點 都是買點 只是你當下新坎過不去而已 懂我意思嗎 而且這是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主力 專門用來洗融資 洗籌碼的工具了 過去都利利在目有沒有 來投保跟貴做獨家的解析 借利空整體盤為什麼 你看A100 H100是高階 大陸根本買不到 然後他們揮答 特製一個A800跟H800 for中國市場的需求 好他現在被禁令 禁掉之後投資票可不可以降規 當初A800 H800 就是因為降規出來的 現在被禁之後 再降規就可以敲售了 不是嗎 稍微改一下就OK了 另外你看人是很聰明的 洗這個產地 把來源證明把它塗抹掉 還是可以賣 所以投資保這只是需要時間 也就是說 只要中國他無法產出 跟輝達一樣高階的AR晶片 他就一定有那個需求 他既然有那個需求 禁令一來 人類是聰明的 人類靠科技發達 他一定會自然會想到辦法 拿到買到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利空 真實主力的目的就是 要去坑殺什麼 最近暴增的融資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接下來你看什麼 看到AI的融資大減之後 他絕對是個機會 然後哪些阿呆股 哪些反彈要賣 哪些可以續爆 甚至早點加賣 我待會有做幾檔說明 有沒有我們用最強的技術 跟會做解析 如果你有持股問題的 到粉絲團留言持股 張數成本給我 我盡全力幫助你 來看這個事情投資票 129之前9631295噴到2910 沒有買點 投資票今天來投資票 3661四星 今天大跌有沒有大跌 投資票終於來了 終於讓我找到機會 就是說未來指標跌接近低檔 然後回測長均線比較近的從時 當APP選出來會有波段第三次 投資票你看這是第一次 963在這裡1295在這裡 我只買這兩次 我畫個圈圈來投資票 我只買這兩次 我買這一次買完再買這一次 然後就沒有買找不到買點 找不到買點 然後今天終於大跌對不對 我準備買第三次 趁這次大跌我們要買四星 我等很久了 我幾乎等了四五個月 終於讓我等到有這個利空的機會了 聽清楚 我要帶你去買四星 第三次的買點了 把今天節目牢記 再來 有沒有 再看這個系統你看 18跟20噴到54.8 已經不是主升起漲不能追 是不是今天出現拉回 沒錯 所以都用標股證明APP選股全國第一強了 特別講這個系統第二 第四季大噴發 大噴發需要主力加持 所以最近我們發現 邀請大家跟上我的系統第二之後 法人出現狂買 英雄所見略同 因為我相信他們也是透過研究員 去拜訪公司 然後看到這個光電產業 出現大復甦的證據 確實出口的信項已經看出這個證明了 所以請各位務必把握住這個機會了 好另外投票來 我是除了你自己之外 通通講到前面 最希望你賺錢的分析師 上一次16276 今天最低16398 又來到一次16403以下 從8月到現在 每一次買在16403以下沒有輸過 我只能這樣講 懂我意思嗎 所以務必把握住這個機會 我們上週1682我跟各位講 季線還沒有翻揚 所以拉回還是會有拉回 是不是省準 好來投票 各位簡單講一下 好 有沒有 1276把這個季線打進去 好季線有沒有 季線因為還沒翻揚 目前後底價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應該有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之後有沒有 他只要對應出什麼 對應出一個相對的底部區之後 他兩個禮拜之後 季線由負的轉正的 他就有機會噴出了 所以通報不要因為利空 就放棄未來爆磚的機會 這是我今天的節目 跟各位講的這個重點 這是我苦練20年的技術 你看過去每次低點 我講的都命中 所以接下來 16403以下 因為有這個AI利空 才有這個低點 懂我意思嗎 務必要把握住了 好再來看我們的APP 未來會噴的通通幫你選出來 通報中啥 145噴到167 有沒有 今天還在160之上很強 持續看好 請會員報老有沒有 這段具有的箭頭 來通報178 你被叮咚強迫通知 買起漲第一天的具有科技 178他噴到230 請問這是不是最能夠 幫助你獲利的模式 每一檔都是如此 所以我們APP都是你爆賺的全員 我們講系統 當初你看才賺110% 後來噴到197對不對 AI邊緣運算 你看這個系統 系統這個箭頭噴的162% 然後升權 這個箭頭噴的37% 拉回凹凍量今天又轉強 沒錯吧 務必繼續把握有沒有 所以還是邀請大家 跟上我的系統第二 來看滑星光 今天唯一沒跌的就是滑星光 那我們是不是事先進行 你看10月4號139 139.5未來扣3D滑星光 節目分享141.5 只差2塊錢 你買的成本跟我會只差2塊錢 噴到163 是不是很棒 所以請各位務必跟上來看萬論 99塊錢 讓各位看到萬論未來的扣3D 然後噴到140 沒錯 就是一個穩穩的獲利技術 你有心要學扣3D絕技 透過網路技術班 會員跟APP用戶 都可以免費做學習 重頭戲來了 今天我解廣達 請各位可以看三次 把它加深你的印象來 廣達三波轉5x2 今天破地 我發邀請函 投資朋友聽清楚 我是江江 我今天在10月18號 AI大跌這一天 發出廣達第四次的買點邀請函 來看證據 看那個價格 208先賺了12% 然後又回來跌停版210.5 又賺了26% 兩次全勝賺三成八 我在9月底的時候跟各位講 跟各位錄製什麼 AI的大晉級有沒有 未來轉折扣3D 廣達可以買228噴到259 沒錯吧 三波全勝 三波全勝 剛剛你看過證據的都有圖證 賺了114塊錢 賺了52% 賣掉之後是不是拉回來 是不是敬為天人 是不是讚嘆不已 好 那我為什麼發今天廣達的邀請函呢 來 搶救AI大偷戰 別人恐懼我貪婪 過去三次廣達買點都是跌 過去我們三次買廣達 為什麼三次全勝 因為每一次都是趁大跌買 特別是210.5那天跌停版 我買跌停版的廣達 後面賺了兩成六 沒錯 所以主力洗籌碼的工具 懂我意思嗎 然後我剛剛各位講過了 借利空珍洗盤 因為未來他可以降規格 就可以再度的銷售 然後洗產地也可以銷售 有需求自然可以找到出路 懂我意思嗎 哪些AI的所謂的阿呆股 你要特別去留意的 來投報再看一次廣達 今天廣達是不是很明確 今天廣達有跌破這一次的低點 有沒有看到 股價破前低 股指標沒有破前低 背離出來 而且是什麼 從高點回撤以來 首度的背離 那這就叫做AI的阿呆股 懂我意思嗎 你不能高點不賣 今天才看廣達 然後我今天發出了 第四次的廣達邀請函 懂我意思嗎 好再來 來 有沒有 所以都講得很清楚 好再來看 還有哪一些投票 注意看 我今天速度會很快 來投票 這是偽創投票 先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今年初做了一張股票 叫做泰茂 投票你看 泰茂有沒有 第一波 第一波漲這樣子 回撤長均 有沒有看到 回撤長均 現在我們買這個點 結果賺兩倍 還記得嗎 我們泰茂是買第一波 出生結束 回撤的主身段的轉折點 然後你給他時間滾出雪球般獲利 賺了兩倍 好同樣的邏輯回到偽創 好 偽創假設今年初這一波 它是出生段 出生段結束後 在主三段之前會有二的回檔 是不是二的回檔 好了 那今天發生什麼訊號 我把它弄成紅色 好 股價跌破前低 指標沒有跌破前低 這個叫做阿呆股 所以未來你會看見什麼 你會看見偽創的利空租金之後的回升 我認為這個高點會過 未來一定會過 所以跟各位打字做個強化 什麼叫阿呆股 這個就是什麼 沙隆之 沙隆之的阿呆股 特別跟各位強化說 未來有一天 當利空出境的時候 有一天 你會看到什麼 你會看到有一天 跳空漲停 今天嘉老師的解盤 應該是全國最有霸氣的 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 懂產業 當你懂產業 今天是個假利空 因為後面的解決方案太多了 所以這個懂產業 懂技術 然後特別是懂什麼 從主力的心態之後 你會看得一清二楚 今天各位強化 今天你看到我的節目 務必要把它銘記在心 有一天你會看到什麼 看到偽創 利空出境之後的跳空漲停 買都買不到 懂意思嗎 所以早買點 早買點 請各位務必把握 同樣出現阿呆股的 包含音樂檔一樣 來看這個 好你看 股價跌破前低 回到半年線 這個年線之間 是不是跟當初我們買鈦帽一模一樣 當初那個鈦帽 你買進去之後 後面賺兩倍 真實賺兩倍 是完整的背離 看清楚 阿呆股出來了 好另外 來看這個技嘉 技嘉也是 股價破前低 也是打到半年線之下 一樣畫個線就很清楚了 股價破前低 指標沒有阿呆股 是不是 所以今天講得很清楚了 不只講阿呆股 舉例說明 還跟各位發出 廣達第四次的不亂邀請函 前面三次都趁跌買 前面三次廣達都趁大跌買 甚至買跌停 後面證明我們是贏家 懂意思 所以務必把握住這個機會 今天的機會 務必要把握 另外來看齊鴻 124噴到358 然後再買一次 兩波有沒有 先賺1.8 189% 又賺了11% 賺兩倍 對不對 今天也是齊鴻大跌 今天盤中好像有跌停 對不對 可是他還沒有背離 他先等 等一等一下 他低點一樣會出現 準確點一樣會出現 有沒有 所以都可以做完整的 事先做這個 做好這個規劃 所以手上有AI的 不曉得如何操作的 趕緊到粉絲團留言 我會用最強技術 幫你組一的做解析 務必把握住這個機會 另外堅持主神很重要 你看 四星9631295噴到2900 今天大跌 我未來也會等APP出現箭頭 買第三次 我都先預告 我通通講在前面 這是我的專業跟我們的能力 一定要把握住主神的奇障點 因為APP通通幫你選出來 華城112噴到322 一樣還是報勞 你看賺1.88倍還在報勞 愛普180285都沒賣 都沒賣對不對 噴到400 今天一樣拉回 不賣就是不賣 因為未來市場性還是很高 有沒有 APP選標股太強大 請各位一定要擁有 你看這系統 18噴到54 是不是賺了1.62倍 所以通常務必把握機會 APP你驗證過好多次 能夠帶給你無限光明跟美好之後 全金標股務必把握 具有科 178噴到230 都是箭頭主神奇障中砂 這個箭頭賺了20塊錢 是獲利沒有你想像這麼困難 這個客家都是買箭頭成功的獲利 紅旗 這個節目教學火車月潭理論 今天創21個月新高 再再都證明我們的專業度 全國第一強 所以這次主持人 今天已經18檔翻倍 但未來電子春宴的這個訊息 獲得市場認可AI利空出境之後 馬上會有第19檔翻倍 已經18檔了 而且每一檔都是保證是會員真實的獲利 然後12月 眼光看到12月 這波今10月份AI利空 打造出來未來11月12月 會有更多更強的標股的這個機會 萬論 原鋼 巨油 科家 包括亞信 然後威鋼 紅旗 安泰克等等 都已經做過證明了 所以趕緊跟上我的系統第二 另外還有波段 已經爆賺三波廣達52% 我們今天發出的第四次的邀請函 請各位把握住這個機會 LINE的留言 或者是0800 668085 來電做諮詢就OK了 節目最後記得幫我訂閱按讚跟分享 各位超盤順利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 覺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學到很多有用的技術分析 一定要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並且接收全部喔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並且按讚 按讚 按讚